今天會講車路士英超蔡右萍 主場對白禮頓 上場車路士對卡迪夫城打得很厲害 原因是他們完全不拉邊 直接連兩邊都不拉 柏道和韋利安是完全不拉邊 上場蔡右萍已經清楚說了這個點 也清楚說了怎樣都要用奧道爾的 結果這兩個硬道理就成為了今場賽事的贏球關鍵 入球是怎樣入的?怎樣出現的? 就是有人拉最右邊 那誰來拉最右邊?奧道爾 這下叫做夏薩特內切入去中間禁區頂 轉方向給奧道爾 單對單突破了 進入禁區底線 地波傳中產生銀河唯一的必入球 就是這麼簡單 夏薩特本來在偏左 就可以側側地進去中間 那就是可以面向前面交道波 就不用像之前那樣 長期留在中間 長期站死在中間 不停背著龍門 轉不到身 轉不到身 那就沒有辦法向前 向不到前 就交不了波 這次就是能夠在禁區頂向前 就會集中小防守球員 下去夏薩特那裡 就可以引控右邊的奧道爾 出現單對單的差事 本身奧道爾也拉得夠邊 那就有足夠的空間 可以讓他突破 運用回他的速度 還有這個就是個人能力 可以用到這些能力 所以拉邊呢 就真是很緊要的 尤其是面對密集的時候 第二個日波 就因為夏薩特本身在左路 一路就是沒有波走位 內切入去中間那裡 這樣才可以出現即時的空位 你長期站死是不會有空位 突然之間跑進去 就會有空位 有空位的話就容許了夏薩特 就是做出靈感上身的動作 又是好過以往 長期站定站死去中間 人家一早看死你了 搞到一些空位都沒有空間 那就很難發揮到靈感男神上身的動作 所以這個也是我所說的 要有這個正確的起跑位置 還有跑動的方向 這樣才行的 你完全不動是死定的 第三個日波就是要問一問 為什麼洛夫斯卓克 是可以在中間有空位來過遠射 就是因為今天有進攻 怎麼拉到邊的 兩邊拉空到 就是中間多了空位 中間多了空位 你想怎麼做都是有可能的 還有今天終於都等到了 這個關鍵 終於都等到 就是今季第一次 就是這個佐真奴的絕招 是交到給邊路的球員插入了 以往佐真奴在拿波里 是經常都會交到過頭高波 就是絕招 找到兩邊的球員插入 例如是欣舌尼和何西卡利祖 但是來到車路士的季初和季中 是只可以試過用絕招 過頭高波找到中鋒 還要找欣舌尼的隻 原因 為什麼找不到兩邊的車路士球員 是因為車路士長期都沒有人拉兩邊 那今天拉回邊去到55分鐘 終於出現了今季第一次佐真奴出絕招 過頭高波交到下去 被右邊插入球員 而今次奧道爾可以立刻攻援 立刻可以攻援這個絕招 只不過是把握不了 而事實也證明了 這班車路士球員是有實力的 不過都需要配合到合理的結構 這樣才可以聘合到他們的合作能力 和真正的實力出到來 其實今天夏薩特已經不是長期拉左邊 他有時都會進入中鋒 但是最關鍵的就是他沒有長期站在中鋒 這樣都經意好很多 大部分時間拉回邊 已經可以幫到車路士 多些可以猜到上去25馬的區域 能夠猜到上去的話 這樣才可以真真正正圖圍著對方離砌 圍著對方離砌 那人才會累的 你能夠不停拉扯對手兩邊 那人一定是辛苦很多的 好過你整天在中間大家站定定 沒有所謂的 另外我也看到一件事 不知道是不是夏薩特故意 就是我留意到 夏薩特進入中間的時候 有時都是因為可以打反擊 打反擊又真的可以 多些進入中間那裡把機會 那我就希望夏薩特不是撞彩 他真的知道 面對密集的時候 就要多些拉邊用進球場的闊度 去幫球隊猜上25馬的區域 幫球隊破密集 打反擊 才可以進入中間那裡 盡快去把握機會 那如果他真的有概念 有原因這樣去做 轉換他的位置 那也是值得稱讚的 還有有個人今天 都是很值得稱讚的 就是銀河唯一基奧特 他也是入球的球員 那今天他所做的支點 是很穩定這個關鍵 做到支點 那中場球員 才多些可以 就是向前推進的 那當然這一圓就是關鍵 這個就是銀河唯一 基奧特 那另外呢 右後衛的是 艾斯帕麗古特隊長 後上插入 今天也是積極的 那首個的波 也是他有功勞的 那就是他underlap 再進一步插入的話 就令到最右手邊的奧道爾 有更加多的空位 可以進行就是單對單 這樣才可以 是利用到奧道爾的個人能力 那今天呢 都可以稱讚 就是沙里有反省 那只不過呢 就是我覺得 不應該去到季尾 才來反省 那總之啦 車路士有拉邊 破到密集 拿到首個入球 那就可以贏得清脆尼錄 那不過呢 今季來說 看車路士 都真是不可以說 他們反省了有拉邊 那之後就會繼續 即是很可能 突然之間 又會有一場波 是不知發什麼花癲 不知是沙里發什麼花癲 還是夏薩特發什麼花癲 總之呢 就是今季看車路士 就真是很無安全感 你不知他開邊煩的 那而且呢 只要那場波 一開頭是沒有拉邊的話 他全場都不會再拉邊的了 是不會有什麼變化的 整場來說 車路士就是這樣 臨場應變有問題 所以有時候 就會看到很激氣 很懵惰 但是 又會有些時候 看到如飾縱婦 即是說 今季的車路士 是一口砂糖 一口市 是送給球迷的 那這個說話呢 就是今季車路士的縮影了 好啊 來到這裏 有個很關鍵的縮影 就是這個頻道 是需要有收入的 而有收入的方法呢 就是大家要 按一下廣告 按一下廣告 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真真正正可以幫到手 令到小弟有一點收入 記得要 播完廣告片 這樣才可以令到小弟 有一點尊嚴去生活下去 還有堅持繼續 每天就免費 是為大家出到片的 希望大家不要鬆下 繼續堅持幫幫小弟 而小弟當然是感激不盡的 記得要訂閱 還有按鈴鐺 這樣才可以接收新片的通知 好啊 來到這裏 就是教教大家怎樣按廣告 首先就是手機那裏 iPhone朋友們 或者你卡了廣告都未必會影響大家聽這條片 iPhone朋友可以試一下 按完廣告之後 看看聽不聽到我的聲音 另外其他的手機版面 跟iPhone都一樣 就是影片的下面 一定有固定的廣告字眼地方 廣告是黃色字眼的 大家見到的話 就可以按下去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的話就很幫到手了 另外電腦那裏 記得要關掉檔廣告程式 最好就不要裝這個程式 這樣的話就會發現電腦片的 裏邊有Banner廣告片 右邊亦都有廣告 記得幫 按下去幫 但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的話 才是幫到手的 另外還有就是播完廣告片 這樣的話才可以幫到手 就是這個 無論手機還是電腦都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 影片的任何位置 插入廣告片進去 有些5秒 有些20秒 有些30秒 有些幾分鐘 最好都是播完它 播完它的話 就可以幫到手了 另外還可以在廣告片的裏面 找一些廣告link 再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就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好 另外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再做些影片 如果不然每天兩條片 一直到星期六 星期六 另外還會有些球會的賽事 繼續努力 另外DSG的朋友繼續努力 其他準備測驗的朋友繼續努力 上班的朋友繼續努力 自己也都是小弟這邊 何榮繼續努力幫大家服務的 好了 那這條片先在五上下 拜拜